大批警察拿搜索票 前往住宅大樓 最后把一名27岁男子逮捕 带走 这都是因为民主报案 经过附近大楼 被BB弹K到 一开始觉得还好 但最近越来越常发生 警方从男子家中搜索 吓一大跳 改造空气长枪十一把 气瓶两瓶 BB弹两瓶 如同小型军火库 活力甚至比一般派徒所 还要强大 经检验试射 部分枪支击穿铝板 经过测试射击改造空气墙火力 可以射船钢板 射程达到100公尺具备杀伤力 有让附近民众屁屁屁屁 有这种人一定会紧张 万一不幸的被他射到了 结果受伤 你最主要是 谁生的走路坐 检讯后前犯坦诚 利用夜间视线不佳 打开窗户偷偷试疆 不小心射中路人感到很抱歉 但还是被依照伤害 恐吓公共安全 枪炮等罪嫌遗众法办 改枪玩过头 惹来大麻烦 记者来观赞 网书宏 台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感谢观看